歡迎大家收看 喬寧日誌 噔噔 我們接下來 新加坡的Temperning GoroGoro Hapapa 這是韓國的Hapapa 它現在時段是19.9 然後這個價錢有熟食甜點跟飲料 然後如果這邊 沒有熟食甜點飲料是13.9 然後限時吃是90分鐘 OK 我給我買這個 這是青椒嗎 這是青椒嗎 對 青椒 還有這個 一點點辣椒 這是青椒嗎 這是青椒嗎 沒有 這就是青椒 OK 青椒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現在因為 CORRELLA19的關係 VIRUS 有要站在黃色線 可是不能自己拿喔 是他們的 stuff幫我們拿 然後這邊有一些熟食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是薯條 然後這個是火鍋區 然後這個是火鍋區 然後這個是肉類區 是Vegetable 然後這些甜點 甜點就是西瓜跟哈密瓜 然後他吃到飽差三塊錢的飲料就是 就是這兩個飲料 Vegetable跟茶 然後底下就是多了水果 然後熟食就是多了剛剛那些炸雞之類 所以其實差三塊錢看你要不要加囉 哪一家? 對 這不用問了 這是蕉原蛋白湯 我們今天兩個湯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盤子好可愛喔 有他們一隻Monster在上面 然後盤子也是 這是碗 碗跟盤子都是 然後餐具上面有 對 這是他們剛給我們的醬料碟 差點倒翻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他現在這邊的用餐環境 夠了夠了 夠了 那天花板都是鯨魚耶 好可愛喔 然後這邊是櫃檯出口區 好 我們現在我們第一次點餐 餐點到了 我們點青菜肉 豬肉雞肉 然後這個是熟食 對 然後點心的話這個是銀耳 還有水果 就是西瓜跟哈密瓜是點心 所以加三塊的差別是在這邊 對 好開動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牆 這牆好可愛喔 一個城堡跟遊樂園的樣子 好首先跟大家介紹這個 他們的熟食 其實是滷肉之類的 嗯 然後還有蛋 他們的味道還蠻入味的耶 他滷味好好吃喔 嗯 豆干 豆干也超好吃的 然後這個是他們另外的熟食 然後這是他們另外的熟食 這個是韓式煎餅 這麵粉感的蠻重的 其實我們沒有吃到什麼料在裡面 這麵粉感的蠻重的 這是炸鼠 這是炸地瓜 這是豬肉 然後我點的是芝麻醬加青蔥 然後加一點點辣跟醬油 好好吃這個豬肉 你要吃之後就這邊夾 好 這是豬肉店 可以 然後我看看這個肉 它是Paper的肉肉 韓國的火鍋店在新加坡 因為它的湯底有挖骨底 這個是豬頸肉 嗯 豬頸肉的嚼勁好好吃喔 比就是一般這種 三層豬肉還要很好吃 不過三層豬肉它有那種 油脂油脂嫩嫩嫩的感覺 然後水分很多 豬肉好讚喔 這個是雞肉 它雞肉很嫩 不會柴 然後感覺是很新鮮的 不是冷凍嗎 這個 是新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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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屠宰雞喔 應該在馬上吃夏天口 有一點多味味 好 這是我剛剛分三層肉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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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我們第二回合 一樣是三層肉跟豬頸肉 然後我們點菜心豆腐玉米 跟花椰菜 然後這是熟食 泡菜 然後這是雞肉豬頸肉 然後韓國粉絲年糕 跟這個是炸雞塊 欸 炸雞脂嗎 好 首先吃給大家看這個 韓國年糕 它已經黏在一起了 它中間有點硬硬的 然後吃那種傳統的韓國年糕 然後再加那個韓國的辣醬 我覺得它蠻好吃的 然後這個是 韓國的泡菜 然後這個是 這泡菜本身不會辣 然後是那種很清爽的泡菜口感 然後這個是 粉絲 它這也是熟食喔 哇 它粉絲好好吃欸 很像烏龍麵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然後這個是炸雞 韓式炸雞嗎 它炸雞不得辣 不過我覺得皮的感覺有點 薄 然後它有點甜甜的感覺 它有淹過 炸雞還蠻好吃的 炸雞還蠻好吃的 熟食很推薦點的話 我會推薦炸雞 然後剛剛那個滷味 粉絲 然後泡菜 年糕還好 這是它的西瓜 哈密嗎 它哈密瓜好嫩喔 咬沒幾口就化開 然後就可以吞下去了 然後喝一下這個 這是銀耳 這是銀耳 銀耳 喔 沒看到銀耳啊 它有藝人加銀耳 裡面有藝人 是甜的 好甜喔 你要吃嗎 好甜喔 太甜了 你吃一口 我現在不想吃了 我們已經吃完了 太甜了 不推薦 不推薦 太甜了 不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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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那個日本店嗎 對啊 我們二日本店 這個是能吃的嗎 那個小聲的能量 好奇吧 玩具吧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也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